悠悠发现了一个做烤鸡爆汁还脆皮的好方法 先蒸后烤,外皮精脆,里面超级爆汁 你们一定要试试 先把鸡加盐水腌两个小时 这样鸡烤出来会非常的鲜嫩 再调个烧鸡酱汁 我用的是两斤大的三黄鸡 加入调好的酱汁,腌一晚上会更入味 鸡肚子里面一定要塞上苹果 这样里面的肉吃起来也会有一丝香甜 蒸好的鸡肉再把表面的水分吹干 也可以自然量一个小时 想要外皮酥脆,外面再刷上一层蜂蜜和黄油 再把鸡脚和鸡翅仙用锡纸包裹住 180度烤20分钟 再180度烤20分钟 好不夸张的和你们说 做出来的烤鸡真的想连骨头都吃掉 外皮烤得很酥脆 但是里面也非常的薄汁 这流出来的肉汁好想一口缩掉 鸡肉非常的鲜嫩 而且很入味 先蒸后烤真的是烤鸡神仙做法 而且吃起来还会很香甜 这哪里是脆皮烤鸡 味道堪比脆皮烤鸭 可以安心吃饭了 做了这么一大桌美食 当然是为了追韩剧的结局 这个鸡肉吃起来外焦里嫩的 而且真的非常入味 太好吃了 记得好好吃饭 我们下次见 拜拜